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过去的2G、3G,一直演进到4G,最近也即将迈入5G的时代,网络速度将有一个有别以往的突破,但同时令许多人担忧的正是5G的资费,让我们实际走访街头,询问民众面对5G时代的看法,以及对费用的接受程度吧。 我觉得是还有什么优惠在里面吗?两千多的话,不然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我觉得会有点小支出,有点负担。 两千元太多,对台湾而言算太多。 799,还是一千块以下。 如果是吃到饱5G,真的是一千以内。 如果5G跟4G差不了多少的话,我会用4G。 因为其实没有差很多,就不需要多花那些钱去。 对啊。 就是平常的速度已经够用了。 对,平常就够用了,4G就够用了。 就不会考虑了。 为什么? 因为费用会超过,因为一般用不到那么快的网络。 普遍民众面对将来5G的涨价,多少都有一些反弹。 我们特别邀请了3C达人王阿达,为我们解释为什么现在可以有平价的自费。 这主要是有所谓的一千三大,大家都想赚钱嘛。 他一定不愿意说没事情把价格砍低嘛。 之后后来像台湾之星进来之后,亚太进来之后, 因为他们都办了比较便宜的自费,599甚至199甚至还有双11的活动。 之后那个吃到饱费率突然之间降很多,客户被抢很多之后三大开始紧张, 那当然一定要降价,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问题。 由于多家电信业者的良性竞争,才能使电信资费维持在合理的价格。 我们特别邀请到在立法院第一个提出电信管理法法案的立法委员郑宝钦, 来分享他当初的看法。 我们当然对于5G释造我们这个关系层,因为这个关系到台湾未来数位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数位的这个释造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NCC能够坚持消费者利益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它只有电信三雄,就是三家垄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价格是非常高的,他们销售者都非常不满。 那么到了开放到第四家、第五家,从2G、3G、4G,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就一直在下降。 所以这个就是竞争带来最大的好处。 我想前世不忘后世之世。 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在台湾,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一样。 只要是垄断的情况底下,价格就没有办法荡下来。 造成消费者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想很重要就是要造成竞争的方式。 市场价格的竞争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管理,而是来自于自由经济造成。 所以我们希望用自由的经济,让我们的价格能够合理,也让消费者得到最大的好处。 我们知道说这个5G不是只有价格,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政府在2025年,希望能够把数位经济达到GDP的25%。 那这个这么高的目标,现在就开始要努力。 所以我们政府对于数位经济要让它发展,很重要就是要赶快建构5G所有的设备设施。 那么这些设备设施如果只是三家垄断,那么它就不容易造成自由竞争的设置。 那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整个投资的不足,那么就没有办法提升整个数位经济。 所以我们希望在自由经济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因为5G的开放,那么做完整的规划,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数位经济往上爬升。 那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会带来非常多的正面效果。 我们希望5G的四处能够加快速度,当然也不是盲撞的加快速度。 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要有作用的思考,怎么样造就一个好的竞争环境。 那么保障消费者的潜力之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真正能够起飞。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所有的规划里面,能够考虑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消费者的潜力。 两者能够并重,那么让我们的5G四处能够真正符合大家的期待。 除了立法委员的呼吁,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台北市议员,为我们分享对5G的看法。 2G,3G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是被垄断的。 一直到4G的时候是开放各个大业者,共同来做一个良性竞争。 才真正有把所谓的福利,回馈到民众身上。 但是如果5G,一样再回归到2,3G的时代,是用三大业者垄断,或是数大业者垄断的话。 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民众应该会再来抵制。 如果你没有良性的竞争,最后面受伤倒霉的,甚至于开金,又叫做刀刀,还是消费者。 所以我们期待不要垄断,也希望我们相关单位,不要针对这个5G开放的时候, 这执照开放的同时,又去垄断独厚特定的一个业者。 我相信才是百姓之福。 我认为任何的作业程序,不应该独厚少数,甚至特定的财团。 那么这也是过去,我们在电信这一个部分,我们国家政策上那么有瑕疵的地方。 因为到最后,如果只是少数甚至特定的几大集团在操控,这严重影响也妨碍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那这一个部分,我认为政府在这一块的作业,尤其招标,它不应该定一些不必要的特殊的一些规格。 那不当的限制都应该取消,要把所有的限制降到最低,这才表示我们政府大功无私。 我认为在这一次5G的进展当中,政府更应该那么鼓励更多的电信业者来参与。 那有更多家的参与竞争,才能更让我们的国人消费者同胞能够更有好的服务,还有更优质更价廉物美的5G。 所以让更多的电信业者来加入,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往这个方向去做。 我们实际走访街头,发现大多民众、议员、委员都有着同样的看法。 面对5G市场的来临,绝大多数民众最关注的都是月租价格的多寡。 议员、委员也纷纷呼吁主管机关,因保障市场良性竞争,带给消费者最大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